今天天氣陰陰地 在這裡做一個影片 在這幾天 尤其是新曆新年 現在已經過了 農曆新年快到 所以有很多這些日曆 還有電視有很多 因為迎接農曆新年 所以有很多特輯 我上很多影片都講過 在這裡的香港電視台 經常賣藥 這樣那樣 今天就講一下 不是買中藥買成藥 就講一下現在的電視節目 那些農曆新年特輯 主要有兩樣東西 因為現在香港的電視劇集 我已經說不要說了 因為香港那些電視劇集 那些script writing 真的是很壞 所以我也不認真不介紹 第二個呢 其他那些呢 就講甚麼呢 講食 不斷吃 尤其是新年很多菜式 那都無可口非 我都是喜歡吃東西的人 那些 有些好東西吃是好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轉是講農曆新年 今年的運程是怎樣 那又說看風水 命理 夾夾埋賣 那這樣東西呢 我今天就說 看一下 那這些 送的買的 這樣的歷 就很多 連同通勝日曆 在報單那裡都有很多 買一些通勝 以前通勝 叫通書 那書書聲 不好聽 那說你今天 宜做甚麼 既做甚麼 有些甚麼雙通 雙沖 今天甚麼吉星 這些 我不會看 但是呢 都可以講到 這麼多電視特輯 很多那些風水師 說今年運程是怎樣 那 實在最好風水 最有運的那些 就是 給他 可以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那些風水師 說你的運程 那 這個世界 我們 今天 不知道 明天是 大家都想 生活好些 賺多些錢 有健康 恩怨也好 這些甚麼都要好 那 很多事情 有時不好的時候 一定有的 一個人 那就靠賴 有一尾 就靠賴 那 我記得 比如說 有些 喂 甚麼甚麼 喪禮 婚禮 甚麼禮 喂 你跟那個時刻 雙沖 你不要去 那 我記得 我 今次回來香港 都是要一個喪禮 那 有很多人 大家如果知道 就說 你不要入 其他人門口 我都會尊重一下 其他人的信仰 我 在家裡 就不會 怎樣出街 那 我 除非你 真的 邀請我 來你家 那 我就不會 入別人 甚麼入別人家 這是 尊重別人的信仰 這個是 我是要做的 那 另外 都很忙 哪裏有人 走處拜訪 那 還有這件事 就是 喂 你的衰氣 那 譬如 我好像說 因為 就要 有些喪禮 喂 如果是 剛剛有婚禮 那 喂 不能去你的喪禮 有喪禮 就不能去婚禮 有婚禮 就千萬不要去你的喪禮 為甚麼 喂 喂 以後離婚 賴了禮 不要 因為 或者 喂 有些 去你的喪禮 那時候 那些 事實不行 喂 我 我賭馬輸了 賴了你 或者 哎呀 還壞你 我癌了病 甚麼COVID 不要說COVID 有甚麼 唉 如果 第二年 說有些甚麼重症 賴了你 因為我去了你的喪禮 某人的喪禮 哇 真是 一味是靠賴 這些 那些人 或者說 喂 在家裡要擺枕 這塊玉 要擺在哪裏 餐桌 怎麼對 那張床 就要向甚麼方向 如果不是 婚姻又說 不要錢又說 賺得不多 喂 喂 實在是 喂 是不是真的有影響呢 所以說 風水佬呢 就騙你 十年 八年 就有得了 那 在這些 這樣的環境裏面 就是Living in high anxiety 經常都是害怕 喂 有些甚麼事 影響我的甚麼命力 那這樣的生活 這樣的信仰 是否值得呢 人生很多東西都是 Random的 不可以說 靠賴的 那 是啊 我說這些 我知道 很多那些網友 都是很相信風水的 又說要擺陣 又說要甚麼 那些 那 如果 即是 是不是要來玩也好 這樣的生活 對自己的心理上面 是否一個好的做法呢 各位的網友就可以說了 因為 我就 所謂 今年 甚麼歷程都好 這一個 很多 你說 上天安排也好 你說Random也好 怎麼都好 就不要靠賴 因為 這些我不跟你說甚麼科學根據 這些是 對你自己的心理上的負擔影響 已經 唉 即是我們現在有很多事情要做 有很多事情要掛 你還要做這一筆 對你心理的影響 是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那今天呢 就是講這麼多